四個女外傭涉嫌從事無牌牙醫 違反逗留條件被捕 入境處說她們只是網上自學牙醫技術 但提供相關服務超過一年 估計每日收入最高可以達到大約一萬元 林凱彤報道 四個女外傭在旺角一間賓館 提供無牌牙醫服務超過一年 她們主要在假日期間營業 由一個外傭負責提供牙醫服務 另外三個人分別是學徒和負責接待客人 客員多數是同鄉又或者朋友介紹 洗牙、整牙、補牙 亦都有一些酷牙的服務 所收取的金錢據我們調查 大概就由200至2000元不等 相比起一般香港注冊牙醫所收取的費用 都是比較便宜 他們每日大概可以招待到30至50名顧客 這樣去推算 其實單一日的營業馬 可能已經可以上到一萬元 她們會在社交媒體上直播整額過程 甚至有卡片招攬客人 並且用帳簿記錄下每個客人的資料 入境處說她們從網上渠道 自學牙醫服務 她們是沒有接受過正規的一些牙醫的訓練 也都不是香港的注冊牙醫 她們主要在我們調查的時候 她們聲稱在網上高 看一些YouTube 去自己學回來 另外有關牙醫的設備 她們公稱也是透過網上去賣回來 入境處說履用涉嫌違反逗留條件 及無牌提供牙醫服務 呼籲市民提供更多資料協助調查 有線電視記者林海同報導